好 我们来关心一下大陆疫情好了 很多朋友在大陆都有亲朋好友 可能会有些甚至家人在那里定居都有的 但现在大陆疫情其实海啸大爆发 有没有像我们台湾之前的状况 台湾之前也是走清零路线 记不记得那时候几个案例 大家要追踪足迹等等 这个圈子画好大 记不记得我们都走过那一段 后来开始不清零之后爆发 然后每天的死亡人数大家吓坏了 然后呢 怎样 要要没有要 快筛没有快筛 记不记得病房都抢光了 很多医护大量的倒下跟确诊 记不记得 如果你记得的话请带着这个心情 我们一起来理解一下大陆的疫情 先来看一些比较科学的部分 大陆疫情海啸爆发 但出现了一个白费白费的现象 专挑哪些人呢 专挑哪些人 这是一种特殊的病毒 还是说大陆地区独自的现象 还是说其实都有 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陆政策的一些转变 12月26号大陆领导人习近平说 中国当前新冠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式新任务 要更加有针对性的展开 叫做爱国卫生运动 叫爱国卫生运动 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小环境 逐牢疫情防控社会的大防线 但是没有提清零 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跟国家的政策转变 清零对他们来讲 当然你说此刻要提也是一件 其实不太容易的事情 那当然西方媒体抓住这个 做了很多很多 我们看到一些这个唱衰 抗中的一些报道 纽约时报说 清零证明了中国政府的控制能力 但治理是另外一回事 美国流行病学专家说 大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出现这么多的感染人数 提高了出现新变异版本的几率 华盛顿邮报接着说 这个中国的疫情噩梦 恐怕会演变成全球的大灾难 看到了 不只是中国的疫情 会变成全球大灾难 论述是什么呢 因为中国突然放弃 不具永续性的清零政策 但是缺乏连贯性的应变策略 将为人民经济共产党高层 带来新的噩梦 我有一点想问美国 当初做了什么连贯性的应变 中国疫情可能会产生威胁 全球其他国家的新变异株 美国传染病学者也提出了看法 中国拥有庞大人口 但是免疫力有限 如此似乎是上好的温床 科学界可能会目睹 新变种病毒的大爆发 确实我们看到确诊的多 变种的可能性就比较高 但是记不记得 跟刚开始的病毒来比 现在的致死率 各方面都已经下降很多了 所以大陆在此刻爆发 会不会碰的一下 又出现了一些更可怕的病毒 这个我们不知道 要交给这个科学界 还有未来更进步的检验才知道 但导致大陆出现一个独特的 所谓的白肺现象 白肺现象其实 这是他们用的一个名词 叫白肺现象 其实我们台湾就是讲肺变白了 有没有 有时候状况不好的时候 医生就说来来来 你看这个X光片 肺变白了 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肺部受到严重感染的表现之一 很多在2020年刚开始 武汉当时这个新冠肺炎 第一代病毒的时候 都出现了白肺 这一轮疫情 也有很多患者出现了白肺 在大陆各式各样 这个网路上传言白肺 大人小孩等等 很多人都有 这是一个大陆这一波 海啸疫情的独特现象吗 有没有什么特殊 我们不知道的 白肺专挑哪些人呢 我们的这个王仁贤理事长 在疫情期间 常常提供给辣碗包很多独到 还有非常专业的一些解析 他本身是防疫专家 那时候每次在我们节目当中 流量都很高 这次我们也特别请他来谈一下 什么是白肺现象 我们来听他怎么说 新冠病人的白肺现象 基本上来讲 是因为启动了细胞因子的风暴 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通常白肺相当严重 它会造成死亡的 这也是绝大部分新冠病人 死亡的一个原因 这个跟他的病毒株是没有关系的 我相信中国大陆可能就是在这以前 病毒控制的很好 所以病例比较少 所以没有看过这样子的白肺现象 其实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国 都常常看到这样突然间的大白肺 这个就是表示他的免疫系统 不能够好好控制这个病毒 只好启动了第二套免疫系统 这就是细胞因子的风暴 但是谁会变成这样子 没有人知道 所以说原则上来讲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只有看多了以后 才会发现有这种现象 好所以大家听明白了吗 这个王理事长告诉大家 这个白肺现象其实没有人知道 为什么会发生在哪些族民身上 也没有人知道 它就是一个体内免疫风暴 那大陆的专家也告诉大家 白肺指的是CT或是X光 无法照透 有肾出液跟这个炎性细胞的肺泡 所以呢在影像上会出现白色的图案 大陆就叫做白肺嘛 那现在出现的白肺跟武汉当时的原始毒株 跟疫苗接种是没有关系的 然后这个大陆的这个疾控局的这个 这个许文波所长也告诉大家 根据监测 目前大陆没有发现 这个Data的变异株在流行 也没有发现Delta变异株跟Omicron变异株的重组 这是让科学证据来说话 所以这个部分再回到这里 回到西方在带的一个风向 也就是说呢 大陆的海啸疫情爆发 好可怕 很多恐怖的一些变毒株 可能会在这里产生 这个巨大变毒 这个各式各样的可怕的一些变异版本 可能都会出现 那这个呢 因为白肺现象 最近也吵得沸沸扬扬扬 两个之间有没有关系 在理事长的解说之下 大家听懂了 还有大家的 这个大陆专家的解说之下 所以大家相信科学 相信这个医生的一些说法 那另一头我们要来看的 就是这个 他们的这个蔓延速度 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这个12月25号 在英国这个金融时报报导 中国大陆20天2.5亿人确诊 2.5亿人确诊什么意思呢 大陆人口的18% 就是这个接近20% 五分之一啦 五分之一 那问题是美国呢 我们看到美国的确诊数 其实已经到了 全人口的三分之一了 大陆是这个五分之一左右 那但确实是 因为一放开之后 它的蔓延非常快 路透社也报道 上海的这家医院预估 年底前 整个上海 大概2500万人半数感染 我们台湾是不是啊 我们台湾好多黑鼠 现在好多人都不通报 浙江也公布了 这个单日新增的报告 突破了100万例等等 元旦之后会进入新高峰 别忘了接下来还有春运啊 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移动 但是当然 其实跟全世界一样 大陆疾控中心通报的数字 非常少 不到3000 中间出现了巨大的落差 哪个国家不是 对不对 好像全世界都是吧 好像唤起一下 大家的记忆 没有什么价值判断 但是就是唤起一下 大家的记忆 因为确实在 大海啸爆发的时候 统计是困难的 你看到英国在1月6号开始 业金确定不再公布新冠的数据了 那注意日本 台湾解封之后 好多人下到日本去玩 过年很多人要去日本 有没有 日本今天单日新增 确诊病例重回20万 又创下了新高 死亡超过400例 再度创下了新高 所以委员 我讲了这么多 你怎么看待 这个大陆疫情的爆发 这个还有西方媒体的解读 第一个大陆疫情这样的爆发 其实根据其他国家的状况 是很正常的 国家人数多了 不管是美国 印度 甚至于台湾 日本都是 我们台湾现在官方的统计 我们现在这个病例总数 有874万 简单讲 我们超过三分之一的门槛 我们死亡人数是 1万5千多人 那这个也是世界上排名前茅的 这当然不是什么好事 但是国外的媒体 当然讲的多些 这个时候才讲的 很多奇奇怪怪的话 比如说纽约时报说 哎呀 中国政府有控制能力 但是没有治理能力 我听不太懂 有治理能力 没有控制能力 是美国吗 还是有控制能力 没有治理能力 是中国吗 他们的用语都很奇怪 只是在彰显他们的脆弱 这个时候不说中国两句 皮会痒 不能够彰显自己美国的伟大 可是美国能看吗 美国的防疫的数字能看吗 而且美国的死亡人数 现在已经快要到120万 这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假设 我们在广岛的原子弹 一颗是死亡20万人 事实上不到20万人 现在美国是已经遭到 都几颗原子弹的轰炸了 哎哟 天啊 对啊 所以在六颗原子弹的轰炸了 那美国拜登不是 炸场嘻嘻哈哈去度假吗 有发生什么事吗 如果是说这么严重的话 大陆的官员还敢跑去度假 我看马上被宰了 所以这个是民情不同啊 那你这个美国纽约时报 讲这一点意义都没有 以前他风控严严谨的时候 你说哎呀没有人权啊 没有自由啊为什么把老板 已经封在里面 显然你想要干嘛干嘛干嘛 对不对 那现在解放了以后 他就说哎呀你看 你虽然有控制能力 你没有智能力 那么多人会传染的 不是好笑 那你美国不是一开始 这是躺平的吗 那现在中国至少在 第一波Delta最严重 致死率最高的那一波挡住了 现在致死率低了 他反而放宽 这有什么不对呢 像美国也的确啦 他死亡人数集中在当时Delta的比例 比较高一点嘛 那你其他的华盛顿邮报 更经典的 他说中国疫情会成为全球的大灾难 不好笑 现在全球已经到时候灾难了 中国只是补最后这一块而已啊 你看欧洲惨不惨 不只是疫情很惨哦 现在冬天没有电哦 没有这个能源也是很惨哦 你记不记得欧洲那时候疫情刚起来的时候 因为人数太多 所以欧洲医院那时候是救年轻的不救老人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我们那时候节目还讨论很多 还有那时候像纽约啊 这些美国大城市啊 也是这个尸体来不及烧 记不记得 那其实都是各国共同走过的路啊 我可以证明一件事情哦 就是说 我有个朋友在美国教书 两个都是台湾之旭的 然后啊 老公当院长 老婆就是一般的人哦 只有两个夫妻同时确诊 就你知道吗 美国医院什么 收老公 因为老公地位高 不收老婆 给他减摊几颗药 回家里面去 让他舌头都长胎了 然后在那边差一点挂掉了 这样子熬过了十几天 所以你可以知道 美国都这样选择啊 你如果是精英的话 那优先治疗 不要讲说什么 老人跟年轻人 连夫妻都分成这样子 所以美国这个社会 就是个阶级社会 你必须面对他嘛 那老公没有说 换太太 要救我太太吗 好那题外话 回家跪山派 老公一去就马上 赶快ICU弄一弄啊 对 所以待遇比较好 那你这华盛顿邮报 这什么突然放弃清零 缺乏连贯性应变 像你美国这样 一开始什么事都都不做 然后就在连贯性应变 这东西第一个没有药医嘛 第二个你短期内一定会造成 这个退烧药的缺货嘛 不要讲别的 我印象很深刻 就在今年的差不多四五月的时候 我跑到抗氏煤里面去 药局里面想说 刚好是喉咙药 我说那我买个喉咙 退烧一起买 顺便除药 他说对不起 一张健康保卡 只能买两包 对啊 都已经开始在做这种销售的管控 我觉得这种销售管控是对的 那表示什么 货不够嘛 那当然有人朋友在中南部 他跟我嘲笑说 你们台北没有 我们南部游 这表示配送不平均嘛 中国土地那么大 配送不平均 是个很正常的现象 那你说 说这个生产药品 你知道吗 全世界最大的药工厂 都在中国大陆 那你说 退烧药会不够吗 当然也会不够 为什么 这个时候大家都抢着药嘛 他们确实不够 对 你工厂怎么可能会想到说 但你看印度 我觉得印度也蛮聪明的 因为印度也是制药大国 就准备要增加 向中国出口退烧药 当然这个趁机也赚一笔 这表示善意嘛 对善意 不要以为印度现在没事 印度现在疫情 每天还是很严重 经常这晚上 睡不着觉 你很想要 睡的时候身心放松 就会很需要 这一瓶茶氨酸 来调节情绪 同时还可以增强 你们的抗压能力 现在下定的话 记得打上我的这个 折扣码 CTI717 若于帮你来打折